肯定在上午9點到10點左右下期的 滂沱大雨 就在貓壁頭旁邊的一個小漁港 可以看到 雨是從上往下宣洩 不停的伴隨著泥沙 不斷往下宣洩 真的是非常誇張 不僅是小路 就連階梯都變成像是瀑布一樣 我們來看當時的現場情況 可以看到降下的滂沱大雨混雜著泥沙 從樓梯的上方往下不斷的熏洩 就像瀑布一樣 附近剛好是有一間海產店 開在當地十多年 他說以往只要下雨就會變瀑布 但從來沒有像今年這麼的嚴重 甚至水都快跑到架裡面 他是趕緊把沙包搬到外面 要把水擋住 那另外呢 他也是拿掃把不斷的去清掃 但聽說水過後漲青胎 走出來的話會不小心滑倒 以上是來自屏東現場情況